好的,我们刚刚上课的这个AC Generator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这整个Generator呢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做这个Generator的部分的话呢 不管你的磁场 然后你这个呢,Omega 什么Low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就是说 我的Omega T 跟我们的Israel T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面的话,这两端出来的 我们会在这边弄一个刷子叫电刷 那它呢,这一根导线子是跟这个电刷接触而已 那这个呢,一样的也用一个电刷 那这个电刷呢,再把我们的电流引导过来 OK,那你如果两端的端电压 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是一个 Israel是等于Israelm SineOmega T的关系 它是完全是交流电的 那平常你会发现 包含你的手机 你的 你的手机 你的所有的很多的电子产品 包含你的Notebook 你都要有一个变压器 那这个变压器要干嘛 就是要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情况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把你的变压器 做到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今天就会发财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Notebook的话是 越做越轻 对不对 但是那一颗变压器很重 对不对 那有很多同学有手机的 你会发现你的手机 原来一颗很大的黑色的是你的变压器 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多小 做到像一个插座这么小的一颗变压器 所以直接又可以把它插到你的插座上面 然后你的USB可以把它 这上面是连USB的 OK 然后你就可以充电 但是它的变压的那个安培数 还是比较小的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我那天就在跟他们讲 你以后你的插座一定不是一孔一孔而已 为什么不把这个USB就做在插座里面 有一孔就是USB 那这一个呢就做在插座里面的一小块 所以有同学的话老师已经没这个时间了 你去把它 你的插座 插座不是有好多个洞吗 对不对 一连串的插座 那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 插USB的把这一个放到这里面来 那以后呢 你根本也不要这个 你就是你把USB插到这里 你就可以充电 OK 你会卖钱的 至少很多东西的创意 是从日常生活的方便性来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这是交流电 我希望变成直流电 所谓的直流电是什么 直流电就是我的相位 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是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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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有一个 一个相位 最好把这边的转过来 这样子的相位 OK 那如果要变成这个相位的话呢 基本上面 我直接就可以在这里动手脚 动什么手脚呢 我就把这个电刷的部分 我就变成是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电刷的部分呢 我做两个 原来是 一边 有一个圆形的电刷 那我现在呢就做 一边呢 接的是一个 这个半圆形 然后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半圆形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一根 这一个出流的部分呢 在上半周 它接触的是下面的变窗 到了它转 180度的时候 它就接触到上面的电刷 所以沿海本来它是要到这里来的 它现在接触到上面的电刷 它就跑到这边 OK 所以变成是 上面那一根也一样 它本来是接触上面的电刷 它等到它转180度的时候 它就接触下面的电刷 那在这里面 就一个小小的电刷的部分 你就可以改变 你的 这个 从DC变成DC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刚刚用的是 就是直接你用去 它收到多少的 这个感应电动式 然后你去把它计算出来 那个 en.dl的部分 那事实上 这个结果 也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我们刚刚已经讲 一小种是负的 d5b dt 对不对 那我就只要去计算 我的5b的值 5b的值是什么 5b的值就是 通过这个 几型回路的 flux的大小 那我们说 每一个几型回路 磁场b 它这几型回路在 这个位置上面 它任何点的flux 是等于 v.ba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就是你的b跟a a的方向 现在在这里是 a的方向 所以你是ba 我把它写到这里 一小是等于 负的 b dt 然后b跟a 这两个的夹角 它的夹角 如果是ceta角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posaiceta 那ceta是等于多少 ceta就依照 你现在的回转 ceta的部分 就是omega t 换句话说 一小就变负的d dt va的这个cosine的omega t 所以你把它作为分 v是固定 a是固定 对 t微分的话 就变va cosine是负sine omega t 然后omega t再微分 就omega 那这个值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小 那一样的 可以得到 你刚刚的ac generator 一个值 那依照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现在是做一个 举行的回路哦 那我说 如果依照这个概念的话 那我现在 我很简单的 做一个圆盘 ok 我做一个圆盘 那这个圆盘呢 中间 好 那我说这是z轴 我的omega 就让它这样转 所以 这整个圆盘 是这样子在转动 那我现在就问一个 简单的问题 假设 我的b啊 一样的 是这个方向 b呢 它一样是z方向 omega呢 也是z方向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我说当这个圆盘在转动的时候 我把 这两点 通一个电 这个导电 会不会有电流流过 会不会有电流流过 说会的请举手 嗯 这是一个 会不会有电流流过 会的请举手 有没有 有经验的 你下次就会勇于表达 那我们先让我们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只有用一小片 这一小片来看待的时候 但其实上是什么 这一小片的东西是在切割磁力线的 是不是 所以 以这一小片来看待的话呢 你就只看待这一小片的时候 那我们先让我们看到 这上面每一点 因为你现在是这样子在转啊 所以这上面的每一点 它其实有一个速度V 只是在这里的速度V 跟在这里的速度V是什么 不一样 OK 然后V V COS V 对不起 V 有点错了 等一下我看 还是要转到这 V V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COS V V 是不是这个方向 V V COS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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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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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 V COS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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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z就是R的方向 VB 镜像 或者是我们所谓R的方向 我直接写R的方向 那我们会看到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面 V的大小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V是等于OmegaR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En实际上就等于OmegaR V的镜像朝外的部分 那现在你知道 En是这个方向 那一线红是等于多少 对 对不起 我刚刚应该搞错了 不应该接这里 接在边边 因为这一根是 接在一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Issue是等于多少 En En 大度DL 那你 你是从0 半径从0的位置 一直G到 你的半径大R 那En是OmegaR V R 大度DL 所以 所以 就是0G到R OmegaR B R 这个解决积分出来就是 2分之1 OmegaV R 这也就是你的Issue 会怕说 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中间这一点是正电位还负电位 电流会怎么流 用流是这样流呢 还是这样流 嗯 这是A 这是B A的人请举手 电流是怎么流 A的人请好 只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不要后悔 A的五个 B的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好 告诉我 为什么B 你为什么选B 啊 这边是正电位还负电位 嗯 一恩已经这个方向了啊 这边是正的还负的 一恩是这个方向 正电贺受力朝哪里 朝外 所以这边会累积什么 如果不接这个导线 这边会累积什么 正电贺 所以这边是电池的哪一级 正级 OK 反过来这边是电池的什么级 负级 所以你没有后悔 还有后来有几首了 是里面的六个 其中一个 那也是A 这样了解了吗 好 这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 问题 那 你说 老师我们 如果整体看好像 Floss没改变啊 基本上Floss的改变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 视为是这样子的 我说 这一个的Floss 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V.DA啊 那V跟DA是垂直 所以 你现在你的Floss 是等于多少 是V乘上这个的 小的 这是CTA角 它的面积是1 2分之1 R CTA平方 OK 所以你把它做维分 所以你把它做维分 Define V DT 所以Issue是负的它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V是定值 2分之1RV都是定值 所以你CTA平方DT 负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等于 把它维分下来的话 就变成是 2消掉RV 然后 DCTA DT 等一下 2分之1R R平方CTA不是RCTA R平方CTA 怎么有一个 哦 对 2还在 2还在 所以这边是等于 这就是Omega 所以这是 2分 负的2分之1 这个Omega 这边 负的 R平方Omega 就跟它一样 但是 你只知道它的大小 你不知道它的方向 那 方向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的判断 你就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的 这个 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转盘 那你也一样的 可以得到一个感应电动式的部分 那在 硬质学里面 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事情 那 我举个 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我知道 里面有磁场 我怎么知道空间里面有磁场 请问我这边 现在我们这个空间 有磁场 你如何去测得 嗯 有没有人有办法 如何测得我空间里面有磁场 你有什么办法 拿磁蓝针 看它指针 拿磁蓝针 看它指针 但是 磁蓝针只可以告诉你什么 磁场的方向 并没有办法告诉你磁场的大小 对不对 你刚刚把刚刚的应用把它放上去了 看看一磁是多少 你要移动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看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磁场可能不是均匀的 所以你如何知道磁场的大小 嗯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嗯 哪一个 楦圈 非常小的楦圈 然后这个叫做一个search coil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 就是 你在 search coil 那这个小的楦圈呢 假设 它有磁场的时候 它就 你这个区域有磁场的部分 那它就会有5V OK 对不对 为什么我说 它要很小很小 就是要避免 同学们讲的就是 移动的时候 你在 在这一点跟在旁边这一点磁场会不一样啊 我就把它弄到非常小 我测量到的几乎是什么 就是local的 就是local的 那 反过来的话你要知道说 我只知道有5V啊 那V.DA啊 那DA是就是这个 这个coil的 这个面积 那 那如何让它 去帮助我 测量 我的磁场多少 如果我是很小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视为V乘上A的情况 那我就把它拿来 然后连接 你们刚刚讲的一个浮特剂啊等等的减油剂都没关系 那如何让它有磁通量的变化 很简单 把这个coil 转来转去一下 OK 一转的话就什么 就已经有 你现在是N扎导线 所以你会有NDA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 你一转 你就会有感应电动式 你只要转180度 那你自然会有感应电动式产生出来 那感应电动式产生出来 你就知道A你已经知道了 B你就知道 很简单的原理 但是你就可以去search 你的空间里面有没有磁场 那磁场到底大小多少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面 有同学要考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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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